- 又到了秋冬这个季节了 天气多变化 连肌肤也拉起了危机警报 嘿 要怎么样来战胜这个敏感肌 让肌肤随时保持最佳状态呢 今天生活百分百呢 就邀请到了艺人们的资深造型师 刘培华老师哦 让我们一起跟着老色脚步 来看看怎么样的保养之道 才是最棒的吧 哇 老师 最近好像比较少看到你 都在忙些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都是飞来飞去 有时候在台湾 有时候在内地 然后跟歌手去做演唱会 或者是出席一些时尚活动 或者是一些商演的化妆工作 跟造型工作 那不知道老师有没有 就是在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些保养品 因为其实啊 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这些生技产业 已经受到国际的瞩目了 很多新品牌也都产生了哦 有 其实呢 就像我今天我要来推荐一个 我觉得很好用的一个国内的品牌 然后呢 它就是这个青春露 这是青春露 因为呢 它里面有天然的酵母成分 它跟我们皮肤的天然保湿因子 非常的相似 然后就因为这样子呢 它在我们使用上之后 它就可以让我们皮肤产生自然的光泽 维持健康的皮肤状态 哦 那可以试用看看吗 可以啊 来 所以它使用方法我就 它很简单 然后甚至于说 你可以用像涂抹的对不对 甚至你可以用化妆棉 用湿肤的方式 你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湿肤的感 那个感触感 哦 这个用起来一点都不会黏膩耶 而且好滋润哦 嗯 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里面 有酵母菌的成分啊 可是它闻起来没有任何的异味 就奇怪的味道 对 它其实就是这个青春露呢 最棒的特质 因为它里面有高达95%的 酵母菌的发酵液 然后它是日本专业的那个 养菌公司所培养出来的菌种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日本呢 他们是对这些研发那些 找到好的菌种呢 让人类可以使用 不管是吃的 或是擦在我们脸上的保养品 他们都是非常的认真跟严谨的 哦 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皮肤 很快地吸收 但是它没有任何的 不舒服的味道 或者是一些奇怪的 那个酵母菌的味道 其实皮肤呢 平常照顾好 注意它的保湿呢 那其实你上妆的时候 就不用太辛苦 只要一点点的妆 就会让皮肤看起来 非常的光亮 那老师今天难得来到这里啊 推荐一样实在是很不够耶 真的吗 对 可以再帮我们做推荐一样 那晨曦你需要我推荐什么 推荐什么 我们都那么喜欢敷面膜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怎样找到最属于 就是适合自己的 不然老师还帮我们推荐一下 面膜好 面膜好 那我这样子面膜好 我就推荐这个胶囊面膜 这一个 它就是把所有我们面膜的精华液呢 浓缩在这颗胶囊里头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有一些 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那种面膜啊 对 它里面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防腐剂 或者是致菌剂这些东西的成分在里头 或多或少 然后这些东西呢 它其实都会引起我们皮肤的一些过敏源产生 让我们皮肤红肿 或者是会长一些过敏的小疹子 对 我就是这种敏感性 敏感性皮肤对不对 所以它弄在这个胶囊里头的时候呢 它就完全不会有这些问题 而且它会非常非常的环保 环保怎么说 像这个胶囊呢 我们把它来打开来使用 然后这个胶囊呢 它只要呢 遇到热 它就会自然的分解掉了 所以它就不会造成地球上面有太多的负担 哇 好棒哦 对 那这个面膜要怎么使用啊 我涂上去之后 用我们的指腹呢 轻轻的帮它按摩 哇 而且它其实很滋润耶 这样子整个 对 它非常的滋润 你早上 晚上 或者是你上妆之前 你只要用一颗 然后花个六秒钟的时间 再帮我们做一个那个按摩 其实就像你 花了十几分钟去敷面膜 是一样的效果 而且它里头最棒的 最珍贵的一个营养成分呢 它里头是海茴香干细胞 它是由瑞士的一个保养大厂呢 所研发出来的 然后跟提炼出来的 那它同时呢 里面呢 也会有一些生态 角砂丸 维他命E跟Q10 把这些最精华的东西 浓缩在一颗胶囊里头 我这个胶囊 是我朋友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自己使用完毕 真的觉得很有效果 因为我本身的肌肤就是比较容易脱妆的状态 可是我自从用了它们夹之后 让我的妆感更加服贴 然后就完全不会脱妆了耶 然后它的保水度超好 哇 太棒了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老师推荐我们这么多 就是这么实用 而且这么好的产品 好 今天可是时间有限 希望下次呢 还有机会可以跟老师就是一起这样子聊天啊 可以获得很多 其实不只应该是保养方面啊 彩妆方面 然后还有很多造型方面 都希望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 好啊 好啊 这我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好的东西 好的事物 谢谢晨曦 谢谢老师 谢谢